尊敬的史密斯主席 各位外交委员会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议员们 先生们 女士们 你们好 感谢克里斯 史密斯等众多国会议员 对华援助协会 傅希秋牧师 各位外交委员会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的议员们 对李和平律师 对709案 对中国人权宗教迫害案件的关注支持 感谢你们 我是709家属王俏领 我是李和平律师的妻子 我是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 我的丈夫李和平律师在2017年4月28日 被中国政府秘密审判 被判颠覆国家罪名成立 判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那在2017年5月9日 李和平律师回到家中 我跟我的女儿都没有认出 认出她来 她整个的人苍老了 将近20岁 面容苍老 身体 身材 消瘦 她的体重减少了30斤 那在这将近两年的 这种与世隔绝的关押当中 她跟我描述的 用一个词形容叫做九死一生 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遭受了非常残酷的 变态扭曲的酷刑的折磨 当中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 她描述的被强迫服药 她本身没有高血压病史 但是她在被关押之后 就被医生诊断为高血压病 强迫服用一种高血压药物 在这个被强迫服药的过程当中 她质疑过这种药物 并且拒绝服药 但是却被医生却被那个护士 还有这个看管的人员强迫 按住她的四肢给她灌药 那她服下这种所谓治疗高血压 高血压的药之后 她发现自己身体各处肌肉疼痛 发现自己一时昏沉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她整个视力下降后退的 倒退的很厉害 她看不见东西 那这个服药的时间持续了 有将近22个月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药物的形状 药物的颜色都有所改变 数量也是有时候多 有时候少 那在这个她被关押的 这近两年的时间里面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酷刑 就是带一种叫做公字镣铐 那这种镣铐是在 手铐和脚铐之间 有一根铁链连接 当带上这种镣铐之后 整个人就不能够玩 就不能够直立 四肢不能够伸展 这种镣铐 她被迫带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24个小时 这让她镣铐取下之后 她整个人都不能够直立起来 直起这个基柱来行走 那在这将近两年的过程当中 她被殴打 她被这样一个放在 一个空调的冷风口当中 被这个冷风 持续不断的24小时 这样用冷风来吹她 吹了好几天 这种状况 这种折磨的手段 是非常常见 而且她会被要求保持一个姿势 一天几十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不能动 这都是她在这两年里面经历的 709案到现在已经是676天了 王宣章是这当中 唯一一个到现在阴性全无的人 他没有在央视上出现过 没有被律师会见过 也没有与律师有过通信 只是有一位释放的律师 曾说过 在秘密关押的期间 他们听到过王宣章惨烈的呼叫声 随着709案陆续释放的人 他们所揭露的这个遭受酷刑的这个情况 我为王宣章的生命安危万分担忧 我不知道她现在的身体状况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因为酷刑身体残疾了 或者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人设了 所以他们一直拒绝律师会见 害怕律师会见 709这些被释放的人 他们所披露的这些酷刑 让我担惊秀发 种种不好的猜测 让我寝食难安 所以在此 我盼望大家 对王宣章的这个生命安危 予以高度的关注 对709案 还在关押当中的 江天勇律师 吴冠先生持续的 现在我们来找一个照片 是的 台湾 009